看看新闻网 这现在影响会挺大的吗 可能六点半我就要去治疗了 对 何盛民忍着伤痛继续拍戏 实在受不了才让剧组工作人员帮忙搬个箱子 坐着对峙 开拍了再站起来 就在探班第二天 女主角李一小通过微博透露 何盛民打了封闭之后依旧在片场奋战 身体很重要 希望何盛民早日康复 新闻在线总和